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希望大家喜欢。 古丽那扎的新剧《十二坛》开播,看了这部剧的宣传片和海报。 古丽那扎的几套造型都还不错,海报中的古丽那扎身穿旗袍与景田新剧里的造型有点像。 这部剧又是唐人出品的,本以为这部剧可以对标最近热播的斯腾看了几集后,我收回了自己的猜测。 斯腾不管从剧情还是制作角度来看都吊打了十二坛。 目前,十二坛还没有开分,从某般现在的短评来看一心居多。 看来这部剧的评分不会太高,应该没到几个线。 本以为古丽那扎可以靠着这部剧重回一线,我想应该是指望不上了。 古丽那扎应该是爆红绝缘体,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除了演技差一点。 明明资源不差,公司也有力捧,可就是活不起来,和她有相同体质的,还有胡一天胡冰青。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古丽那扎到底为什么活不起来。 没有代表作是演员的致命商,92年出生的古丽那扎如今也要奔三了。 古丽那扎的代表作,应该是美貌,可没有作品是演员的致命商。 与她年纪相仿的周冬宇已经拿到了影后奖杯,正在考虑转型。 同为92年的杨子和迪丽热巴,都是从配角做起,也弯道超车了古丽那扎。 古丽那扎的出道作品轩缘剑之天之痕,搭档胡歌流诗诗虽然是唐人的自制剧,但也算是大制作了。 她的小雪一角,出场就惊艳了很多人,惊艳到让我忽略她稚嫩的演技。 我想,古丽那扎目前所有的角色,都没有能超越小雪这个角色的。 古丽那扎这几年有点水花的电视剧,应该就是则天记和青秋湖传说。 和陆寒合作的则天记,这部剧虽然被骂得很惨,但收视率还不错。 只不过话题和讨论度都在陆寒身上,作为女主的古丽那扎却很少被提及。 古丽那扎主演的青秋湖传说,虽然成绩也很不错,但风透都被陈瑶抢走了。 很多人吐槽十二谈的特效,实在是太拉胯了,这部剧上也因为特效有了第一个热搜。 我也没想到,都已经2021年了,还能看到这样的垃圾特效。 看到那两个人鱼,我甚至觉得这是场播出事故。 这个特效水平,和当初爆火的动漫学生的毕业作品泰坦尼克号有的一拼。 从分手大师到缝纫机乐队,其实可以看出来古丽那扎的演技是有长进的。 可很多人只能记得她的美貌,觉得她是个花瓶,除了小雪,她能被记住的代表作真的太少了。 没有人设的明星注定火不起来,古丽那扎刚上大一的时候,就签约了唐人。 公司对她还不错,有好的资源都向她倾斜,可唐人这几年也没什么好的资源了。 古丽那扎能接到的角色,也很少有出彩的。 刘诗诗、林更新和袁红等唐人的艺人在约满后,都没有续约是有原因的。 唐人作为影视公司,前几年拍的剧都还不错,步步惊心。 聊斋奇女子等剧的口碑都还不错,但她们的造星能力太差了,不擅长炒作,更不会宣传。 这对需要热度的艺人来说,是致命的缺点。 今年是古丽那扎出道的第十年,很多人对她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张翰前女友。 我们很难说出,她还有什么代表性的标签,而前几年艺人最爱的人设,古丽那扎好像也没有。 古丽那扎好像不是一个有趣的艺人,我们对她的印象只剩美貌。 在综艺女神来了中,古丽那扎因为网友的谩骂,压力大地哭了出来。 这段哭戏瞬间上了热搜,后来,谢娜在模仿古丽那扎时又一次上了热搜。 这种不用买就能上的热搜,在会营销的经纪公司眼中,应该是捡到宝了可古丽那扎的公司。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并没有做出后续的话题,让古丽那扎打开知名度。 古丽那扎19年参加韩国妈妈的时候,党礼上因为一段英文在热搜上挂了几天。 那个充哈更是在各种平台被玩坏了,甚至可以说说得上是19年年度关键词了。 可古丽那扎的公司并没有珍惜这波热度随便让她参加几个综艺刷刷脸。 也不至于让古丽那扎在充哈之后再无热梗。 我记得那扎参加妈妈颁奖礼时,是靠美貌上了韩国的热搜的。 可公司连这方面的营销也没有,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公司却把碗打碎了。 如果古丽那扎想走演技派,那完全没必要做营销炒人设,可她完全不是这卦的演员。 没有人设的明星注定火不起来。 纯美人古丽那扎,我想古丽那扎火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观众缘。 很多人说她是纯美人。 古丽那扎和张翰的恋情对她的事业没有一点帮助,毫不夸张地说。 从15年官宣到17年分手,这段时间的那扎事业是不禁反退的。 谈了三年恋爱,古丽那扎被骂了三年。 即使没有插足张翰和郑爽的恋情,还是会被人骂狐狸精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无妄之灾。 所以她会压力大到在节目中哭出来,她自嘲道我是那扎,扎扎的扎。 后来,古丽那扎和前男友的亲密照被爆出正常情侣的接吻照片,却让她的女神形象大打折扣。 女艺人的形象受损,这对事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从恋爱被骂,到亲密照被爆,古丽那扎的公司都没有什么举动,我怀疑公司是没有请公关团队。 有的艺人再大的黑料,都能被公关,古丽那扎这些都称不上黑料的瓜,在网上传播到现在。 吃瓜群众从来都是凑热闹并不会关心真相公司的不作为,让古丽那扎的路人员越来越差,这也是她至今没能红起来的原因之一。 古丽那扎作为一个新疆美女,在扑马抵制新疆棉花后,第一时间与品牌解约,这一行为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 其实,在11年的时候,古丽那扎就发表过维护家乡的评论。 古丽那扎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在唐人有剧拍却很难有出头的机会离开唐人后,后续资源可能跟不上,可能会变得更加无人在意。 我觉得与其拍烂片不如琢磨琢磨演技接到合适的剧本,能像景田一样,靠着斯腾翻身,也不是没可能。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还不错,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下次视频再见。